《以西节书》第二十章 第七年五月十日 有几个以色列的长老来求问耶和华 他们坐在我的面前 耶和华的话连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告诉以色列的长老 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来求问我吗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我必不让你们求问我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人子啊 你要审问他们吗 要审问他们吗 你要使他们知道 他们列祖那些可证的事 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在我拣选以色列的日子 我向雅各家的后裔举手启示 又在埃及地向他们显现 我向他们举手启示说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那日 我向他们举手启示 要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到我为他们所选定的 流奶与蜜之地 就是万邦中最荣美的地 我对他们说 你们个人要抛弃 你们眼中那些可证的像 不可因埃及的偶像 玷污自己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但是他们背叛了我 不肯听从我 他们个人没有抛弃 他们眼中那些可证的像 没有离弃埃及的偶像 那时我说 我要把我的烈怒 倾倒在他们身上 在埃及地 向他们完全发尽我的怒气 然而 我为了我民的缘故 没有这样做 免得我的民 在他们寄居的 列国的人眼中被亵渎 我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在列国的人眼前向他们显现 这样 我把他们从埃及地领了出来 带到旷野 我把我的律例赐给他们 把我的典章指示他们 人如果遵行 就必因此活着 我又把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 做我与他们之间的凭据 使他们知道 我是使他们分别为圣的耶和华 可是 以色列家在旷野背叛了我 没有遵行我的律例 弃绝了我的典章 人如果遵行这些 就必因此活着 大大亵渎了我的安息日 那时我说 我要把我的烈怒 倒在他们身上 在旷野把他们灭绝 然而 我为了我民的缘故 没有这样做 免得我的民在列国的人眼中被亵渎 我曾在他们眼前把以色列人领出来 我在旷野也曾经向他们举手启示 必不领他们到我赐给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 就是万邦中最荣美的地 因为他们弃绝了我的典章 没有遵行我的律例 亵渎了我的安息日 他们的心随从自己的偶像 虽然这样 我的眼还是顾惜他们 不毁灭他们 我没有在旷野把他们灭绝 我在旷野对他们的儿女说 不要遵行你们祖先的律例 不要谨守他们的典章 也不要因他们的偶像玷污自己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要遵行我的律例 谨守我的典章 把他们实行出来 你们要把我的安息日分别为圣 做我与你们之间的凭据 使你们知道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可是 他们的儿女背叛了我 没有遵行我的律例 也没有谨守实行我的典章 人如果遵行这些律例典章 就必因此活着 亵渎了我的安息日 那时我说我要把我的烈怒 倒在他们身上 在旷野向他们发尽我的怒气 然而 我为了我民的缘故缩手 没有这样做 免得我民在列国的人眼中被亵渎 我曾在他们眼前 把以色列人领出来 我在旷野也曾经向他们举手启示 要把他们分散在列国 四散在万邦 因为他们没有遵守我的典章 弃绝了我的律例 亵渎了我的安息日 他们的眼目注视着他们祖先的偶像 因此 我也把不好的律例和不能介意存活的典章 赐给他们 他们是所有投生的都精火做贡物 所以我让他们玷污自己 好叫他们金黄 知道我是耶和华 因此 人子啊 你要告诉以色列家 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的列祖 在对我不忠的这世上亵渎了我 我领他们 到了我曾经举手启示 要赐给他们的那地 他们看见各高山和茂盛的树林 就在那里献祭 在那里奉上惹我发怒的贡物 也在那里献上新香的祭 并且在那里交上他们的殿祭 我问他们 你们所去的那高处是什么地方 于是 那高处的名字叫巴麻 直到今日 因此 你要对以色列家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还照着你们祖先所行的 玷污自己吗 仍随着他们可憎的偶像行邪淫吗 你们奉上贡物 使你们的儿子惊火 用你们的一切偶像玷污自己 直到今日 以色列家 我怎能让你们向我求问呢 主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我绝不让你们向我求问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你们说 我们要像列国的人 像列邦的各族一样 去侍奉木头和石头 你们心里所起的这意念 必不能成就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我必用大能的手 伸出来的绑壁 以及到处来的列弩 统治你们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用大能的手 伸出来的绑壁 以及到处来的列弩 把你们从万族中领出来 从你们所分散到的列邦 召聚你们 我要把你们带到万族的旷野 在那里当面审判你们 我怎样在埃及地的旷野 审判你们的祖先 也必怎样审判你们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使你们从牧人的帐下经过 使你们进入盟约的约束 我必从你们中间 除尽那些背叛和得罪我的人 我虽把他们从寄居之地领出来 可是他们不得进入以色列地 这样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以色列家 至于你们 主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个人去侍奉自己的偶像吧 只是将来你们必要听从我 不可再以你们的供物和偶像 亵渎我的圣民 在我的圣山 就是在以色列的高山 以色列全家所有的人 都要在那地侍奉我 我要在那里悦纳他们 在那里向你们要举祭和出手的土产 以及一切圣物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我从万族中把你们领出来 从你们所分散到的列邦召集你们的时候 我必悦纳你们 好像悦纳新乡的祭一样 我要在列国的人眼前 在你们中间显为圣 我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 就是进入我曾经举手启示 要赐给你们祖先的地以后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在那里 你们要想起你们 玷污自己的所作所为 又要为了自己所行的一切恶事 而厌恶自己 以色列家 为了我明的缘故 我没有照着你们的恶行和败坏的行为 带你们 这样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面向南方 向南面发言 说预言攻击南地田野的树林 对南地的树林说 你要听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要在你中间点起火来 托灭你中间所有青绿和枯干的树 猛烈的火焰必不熄灭 从南到北 遍地都要烧焦 所有的人都必看见 是我耶和华 使这火燃起来 这火必不熄灭 于是我说 啊 主耶和华 人都指着我说 这人不是在说比喻吗 这是什么 我们在说比喻 可能最是一种 我们教会 你有没有 我们在说极限 平脆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